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它和我们所熟知的公园截然不同 它没有如荫的绿草 有的只是光秃秃的土壤 而且还不是免费开放的 需要缴纳8美元的门票才可以进入 但尽管如此 每年还是有络绎不绝的游客前来 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正如它的名字 钻石坑公园 它是一个有许多钻石的公园 并且它能让你亲自动手去挖 挖到就归你 是不是很诱人呢 而且就算挖不到钻石 能体验一下这样的生活 也是不枉此行的 或许很多人会觉得 这里的钻石肯定很难挖 而且哪里来这么多钻石 来给我们挖呢 事实上或许跟我们想的有些不一样 这个公园自1972年开放 至今已有超过29000颗钻石被发现 年均发现数超过600颗 也就是说 基本上每天都会被挖出两颗钻石 这里之所以生产钻石 是因为过去这附近有一座火山 火山喷发 带动地跨运动 地下的钻石就被移动到了地表 也就成了今天的钻石坑公园 据说如果真的挖到了钻石 官方还会给你免费鉴定 并颁发鉴定证书 这日想想都让人兴奋了 怎么样小伙伴们 有没有想去试试自己的运气呢 好了 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 下一期会得大家去看更有意思的地方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 喜欢我就请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哦 我们下期再见